今天的南下警兵灾后重建的速度 结果呢有灾民当面的呛瞎 总统说没有发布紧急命令 大错特错 总统相当在意 搬出法条来解释 灾区的小朋友跟总统完成一谈 哪知道大人们为了重建安置 正烦恼呢 怎么样 后面听不到 对啊 好 各位乡亲大家好 总统放大音量 听到掌声明显松一口气 不过轻松也只有这么一下子 我们用很沉重的心情说 您真的错了 您没有发布紧急命令 让我们在暗夜惊恐当中 我们度过了 我们不能够还活在921的时代 因为国家进步了 不是因为我是个法匠 或者说是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做总统 不是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不需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法律里面都有了 被职一没颁布紧急命令 总统真的很在意 深度强调自己不是法匠 行动力 总统立刻证明 时间能不能有一个时间 给我们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评鉴出来 最近尽快 把相关单位找来 针对这个部分 来会商 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进行 你们定出一个时间来好不好 是 我想大家都希望赶快知道 未来这个地方能不能住 台湾像能不能再住人 总统逼着内政部 七天期限 不能再多 知道灾民对政府的忍耐力 也只会减少 不会更多 最近西班林云桥王熊铭高雄报道